这些,你大可视而不见,我不为难你,言语间带上了浓烈的指责意味,他一手将林书颖带大,最清楚女儿的秉性,他天性善良且孝顺,不会在知晓亲人的苦难后还见死不救,那女儿便先告退了,你就走了,你不应该硬撑下这门差事吗? 母亲不愿为难女儿,女儿也不愿为难自己,除非母亲准许我和其家退婚,不然以后,母亲娘家的事儿不必再告知女儿了,女儿不想听,也不在乎。 什么舅舅,什么外祖。 她出生时十分磊弱,呼吸细微,是祖母将她抱在怀里,三天三夜不曾放手,用体温暖着亲自为她喝养奶。 祖母教会她知书达理,送她去国子鉴听学,若非祖母绝没有今日的林书颖。 更主要的是,江二爷这所谓的舅舅,难得有几回找她,都是为了借银子去赌场酒楼快活,外祖家对她而言,只是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退婚之事,绝无可能,我是怎么教的你?你真要当那忤逆不孝之人? 祺子明为人谦逊可靠,未来定有一番大成就。 她肚子不争气,生不出儿子,只能靠女婿,而祺子明是她看上的。 母亲说什么便是什么吧?到底是心软,不想与母亲撕破脸皮。 养了十七年,竟养出个不孝不惕的逆女。 那是她血浓于水的亲舅舅,她怎能忍心袖手旁观呢? 齐红吉的眼睛通红,大姑娘和二房接触久了,竟也变得如此自私无情,将是心痛难耐。 我教不好她了,我是她的亲娘。 她这是跟亲娘说话的态度吗? 到底是翅膀硬了,连我的话也不听了,自己都差点跪下来求她了。 这孩子还有何不满? 我之所以忍受老夫人和宁师的侮辱,还待在永定侯府不愿离开,还不都是为了她? 她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 齐红摇摇唇,最终艰难道。 夫人,您将奴婢发卖去青楼吧。 以奴婢的姿色,应当价格不菲。 奴婢在青楼攒下银钱,慢慢给二爷还债。 姜氏一向淡然的神情彻底破裂,震惊地看着齐红。 你此清白,何其重要? 你竟能牺牲至此,你对。 奴婢早就心愿二爷,不忍心看二爷受苦。 她本来是要许给姜二爷做妾的,但姜氏不肯放人,理由是她的丫鬟绝不能自甘堕落给人当妾。 姜氏沉默半想,才拍拍齐红的手,感动道,等还完这笔债,我一定把你赎回来,亲手操办你们的婚事。 于是乎,齐红当晚自愿让人牙子带去了青楼。 姜氏松了口气,连忙派人将齐红的卖身钱送给了姜二爷。 她坐在同镜前,摸索着林立文给的那张纸条,终究还是想再见一面啊。 表姐,明日便是十五,你还记得可曾答应过妹妹是吗? 唉,我不愿在背后构陷侯爷,也不想与其他女人分享自己的丈夫。 这事儿,要不就这么算了吧? 游静如烦死,宁是这犹豫不决,胆小如鼠的样子了。 可你那好长嫂,私底下已经同侯爷有了奸情,你就不怕他取代你的位置。 宁是眼中闪过哀伤与心痛。 侯爷只是一时糊涂,不管如何,我是他的正气。 哎呀,姐姐,你鱼顿了是不是?正气又怎样? 在这侯府最重要的是侯爷的宠爱。 姐妹同心,把侯爷牢牢抓在咱们手里,才是硬刀理呀。 你未曾嫁人便诛胎案件,侯爷不会同意你入府的。 这个,妹妹自有办法处理。 大夫说,这夫妆胎儿最多只能保半个月,用她来成全我和琳囊,也不算她白来这世上一遭。 我不同意,宁是一副油盐不尽的模样。 男友表姐妹共事一副的,游静如气得脑袋发晕。 既然她不肯帮我,那我就自己上。 妹妹先走了,姐姐保重。 待她离开,宁是刚才的神情瞬息消失。 真要感谢游静如如此上报,让我那么轻松便把自己摘了出去。 十五到了,林立文前往京郊道观,刚踏进厢房便被香软的身躯从身后抱住。 林立文心中一阵狂喜。 珍儿! 多日不见,她竟如此主动,果然珍儿心里还是有她的。 林立文,你就真那么喜欢那个不守复道的贱人? 满事地以你在刹那间凝制。 你怎么会在这儿?珍儿呢? 珍儿,珍儿,活生生的人站在你面前,你就只想着自己的长嫂? 游静如激动得双眼赤红。 林立文,你怎能跟嫂嫂私会?这样是不道德的呀。 林立文觉得游静如变了,不似当初那般温柔小意, 反倒将泼妇学了个十足识。 我和你无眉苟合,朱胎案件,不同样无道德? 我不一样,她可是你的嫂子啊! 你就不怕被千夫所指,一臭万年吗? 重生一遭,她以为自己才是林立文的真爱。 没想到林立文心心念念的却是另外一个女人, 这叫她怎能不绝望崩溃。 我怀着你的孩子,在轻语向哭哭等待, 却结果,等来你为那个欠人不惜收五十家法的消息。 林朗,你心中究竟还有没有我的存在? 游静如哭得离花待雨,让林立文心生不忍。 孩子,可还好。 虽然珍儿不愿接受她和其他女人生的孩子, 但好歹也是她的血脉。 游静如扑过去抱住林立文, 她今日穿了琳琅最喜欢的那条裙子。 孩子,乖乖在我腹中呢。 软鱼温香在怀, 林立文觉得浑身燥热, 全身那股旺盛的火不断向下推移, 吐息滚烫。 琳琅,我好热。 林立文呼吸急促一把将游静如横抱起来, 她的确心悦珍儿, 可珍儿太过声色不惜主动, 如而给她的体验非同一般, 相防内燃起的火仿佛要把两人复之一炬。 江市姗姗来迟,提灯走至门前, 本想推门而入, 却听到了里头缠绵浅犬的声音。 林立文, 竟把旁的女人带到这里来, 什么两情若是久长时, 却是假话, 我不过逃出侯府时单个片刻, 她就如此迫不及待和旁人沉沦, 这颗心终究是错付了。 江市心如死灰, 绝望欲离去, 身后猛的一闷棍打在她后脖颈, 立即昏死过去。 大理寺的牙役刚上职就瞧见了神情极其胶着, 在门口徘徊的永定侯夫人。 侯爷不见了, 昨日下朝后她告诉我去京郊道观祈福, 可直到今早都未回复, 我害怕侯爷出事。 永定侯失踪那可是大事, 大理寺也不敢耽搁, 直接带着一对牙役和宁士一起去道观寻人。 道长猛然看见乌泱泱的一群牙役过来, 生怕永定侯的事情泄露, 赶忙让小道童去报信。 给本官拿下! 牙役冲过去压住了小道童的臂膀, 其他的牙役则控制住了道观所有的道士。 大理寺办案, 阻拦者, 按罪处置, 给我搜! 牙役门闯进每间厢房仔仔细细搜查起来, 却在走在最里侧的时候, 听见了放浪的声响稍现犹豫, 宁士却迫不及待跑过来着急道, 侯爷就在这间厢房里吗? 说着便要推开门, 牙役去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啊? 宁士惊呼起来, 床上交叠纠缠的四人明明白白暴露在众人眼中。 就算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大理寺城, 见着这一幕, 也是目瞪口呆, 震惊到不知作何反应。 这不是永定侯林立文吗? 这女的还是丽云将军的遗孀? 两个人够何还不够? 玩四人行那么刺激的吗?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宁士崩溃到破音, 他实在无法接受现状, 两眼一翻滚倒在地, 游静如发现自己和陌生男人一起躺在林立文怀里。 啊! 此此还好, 不该只有我和琳琳两人吗? 怎么又多出来两个人? 哎哟, 大理寺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村到底发生了什么? 呃, 呃, 啊! 他腹中剧痛难耐, 痛得满头大汗, 小产流出的血渗透了整张床褥, 似红了众人的眼睛。 大理寺城让女牙医替游静如穿好衣裳, 要送去衣馆, 游静如却挣脱开女牙医的手, 抓起满脸潮红的僵尸左右开弓。 贱人! 贱人! 叫你勾引小叔子! 贱人! 他的孩子反正保不住了, 索性抓紧教训这个人。 你男人死了太久, 寂寞了去外面找面手啊! 你居然敢给予我的男人, 不要脸的狐媚子! 大理寺城生怕有静如把僵尸打死, 忙吩咐女牙医将她拖走, 僵尸只觉脸上又痛又疼, 悠悠转醒的林立文愣愣地看着僵尸,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滚! 全给我滚出去! 他拼命挡住自己的脸, 不能让在场的人看见。 滚啊! 此时一只温热的手臂缠上了他, 男生故作娇软。 侯爷, 干嘛那么大的火气? 嗯! 嗯! 侯爷, 干嘛那么大的火气? 嗯! 林立文看清她的真容后, 一股梁一直冲头底, 她是林书爷奶娘, 吴嬷嬷的那个断绣儿子。 吴嬷嬷死后, 她一直在追查她儿子的行踪, 意图杀人灭口, 却始终没有消息。 没成想, 她居然会和他们躺在一张床上, 还如此放荡。 大理寺! 你还在等什么? 是她陷害我, 还不快将她捉起来! 永定侯的命令, 大理寺不敢不听, 谁知那断绣, 竟含着泪委屈得紧。 明明是侯爷您说, 想跟奴才玩点刺激的, 便把你的老乡好下唐妇游试, 跟嫂子僵尸都带了过来, 侯爷您自个儿男女不计, 怎得反倒成了奴才的错呢? 哦! 这话说得大理寺诸位想笑又不敢笑, 强忍着镇静, 五官扭曲到了极致。 永定侯不一向只中情于自家夫人吗? 她们可是精中有名的恩爱夫妻呀! 先前她和嫂嫂狗合的传言流出来时, 还没人敢信呢! 哎, 这回可亲眼瞧见了! 永定侯号南风就够让人吃惊的了, 这多人运动也是进行的毫不费力呀! 你再胡言乱语些什么, 我警告你管好自己的嘴, 小心本侯剁了你全家! 我多年的情侣就这么毁了。 侯爷竟全然不顾与奴才多年的情依, 那奴才出来挡刀。 哼, 爱奴才时还说恨不得死在奴才身上呢? 哼, 男人的承诺我真信不得。 可就算侯爷您喜欢刺激, 也不该喊游士过来啊, 他腹中可还有您的孩子呢, 这孩子没了, 如何是好啊? 给我闭嘴! 不是吧, 下堂腹游士肚子里的孩子, 竟然是永定侯的! 这永定侯究竟是有何魅力, 能让那么多女人, 还有段秀, 着迷不已啊? 此事是奴才艺人所为, 侯爷是佼佼君子, 爱上多情的男人, 是奴才之错。 天哪, 这简直比画本子还要离谱上千倍万倍啊, 偏身侯夫人这时晕了, 这到底咋办呢? 就在大理寺城不知所措时, 那就用奴才的死, 来还侯爷清白吧! 哇! 他猛然俯冲过去, 壮猪而亡, 在惊呼中, 牙翼走上前探他的鼻息, 朝大理寺城摇了摇头, 好似一道响雷, 披在林立文头顶, 他直愣愣地看着地上的尸体, 这下死无对症, 侯爷, 下官先送您回府吧, 唉, 这京城啊, 又要掀起巨大的舆论风波了, 绝望, 窘迫, 愤怒和无措, 交织在林立文脸上, 表情极其精彩, 这件事绝对不能传出去, 大理寺城低头躲着笑, 也没答应, 直接让牙翼将林立文宁氏和江氏三人, 送回了永定侯府, 媛媛, 娘亲想吃你手边那个桂花糕, 哼, 什么糕, 什么花, 听不见, 看若能竟然不叫我一起, 虽然我那个时候在睡觉, 但是有什么比看八卦还重要的呢, 然后我想去看大乌龟跟僵尸的下场, 娘亲也不让, 还非要我在这儿陪着她, 哼, 他们两个不干净, 看了会带坏小姑娘的, 唉, 这样, 娘亲改日带你去听书, 好不好, 没看到热闹的圆圆, 心里仿佛有很多小手在挠, 哦, 嗯, 好想再踩大乌龟一脚了, 该怎么踩呢, 母亲, 此事并非儿子本愿, 儿子昨夜睡迷糊了, 被那有事一报, 就忽然风魔, 连他们何时加入的都不知晓, 她的一言一行代表着侯府的脸面, 希望老夫人能以赵国公的名义施压, 阻断谣言流传, 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啊, 竟真的和你长嫂有了私情, 我上回信了你的说辞, 没跟你们过作计较, 可如今都被人捉在床上了, 江氏简直胆大保天, 毫无悔改之意, 禁族期间都敢偷溜出府, 和林立文思相授受, 不过也好, 让天下所有人都知晓, 我那为国捐躯的孩儿, 到底受了何种委屈, 江楚真老绅士留不得了, 他如今只想剥了他的皮, 抽了他的骨, 母亲, 是儿子的错, 兄长逝世多年, 长嫂只是想找个奇迹人啊, 他是你的兄长啊, 他究竟哪里对不住你, 他不喜情敌生的儿子, 可丽萍却是真心对待这个弟弟的, 我儿黄土枯骨, 你怎么有脸, 怎么敢呢, 畜生, 你们两个畜生, 他都死了, 还要真儿为他守节, 自私自利到极致, 老夫人不也死了丈夫, 寂寞多年吗, 难道就不能理解真儿的难处, 老夫人背后还有个赵国公府, 他不能那么快和老夫人撕破脸皮, 是儿子的错, 是儿子的错, 儿子昏了头了, 亲母亲责罚, 侯爷并非老身之子, 老身不敢责罚侯爷, 林立文恨极了老夫人提起她是妾生子的事情, 心里早就将老夫人千刀万挂, 儿子既在您的名下, 任由母亲处置, 既如此, 那侯爷便脱光衣裳, 在脖肩挂上一块, 我林立文不知羞耻, 勾引长嫂的牌子, 游街三日示众, 老身成全你和你长嫂, 让她陪你一起, 林立文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母亲, 儿子代表的可是侯府的脸面, 这老不死的怎能如此狠毒, 你被大理寺捉奸的事情已经传遍了, 大招无人不晓, 你永定侯的威名, 如今要脸, 已经晚了, 她就是要让林立文和江氏受万人唾骂, 不然难解她心头之恨, 儿子同意游街示众, 见老夫人一副不为所动, 她不同意就不屈服的模样, 林立文咬咬牙, 狠心做了决断, 但儿子有个要求, 让我去掌扫金门, 既然她和珍儿的事情已然瞒不住了, 不如就接这个由头, 让珍儿成为她有名有实的妻子, 她要光明正大的和珍儿携手并尽, 娶? 老夫人仔仔细细盯着她的脸, 仿佛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你那她为妾, 我不反对, 但永定侯府的正妻之位永远都是云娘的, 将是这等不要脸的贱妇, 也只配当妾, 她哪来的脸当侯府竹母? 儿子愧对云娘在先, 自会向她赎罪, 可云娘小门小户出身, 实在难担大任, 长嫂是太师嫡女, 秀外惠中, 定会将侯府打理得井井右条, 我会向宁锦云提出和礼, 给她银子补偿, 书役那个惨费, 她也可以带走, 但是书彦得留下, 在珍儿生下男孩之前, 书彦是唯一有资格, 继承永定侯府嫁业的人, 书彦孝顺之势, 定会将珍儿当作亲生母亲那般敬重, 你当我侯府是秦楼主管吗? 允许不知廉耻的贱妇主持家务, 若是客人登门, 叫她来成了什么? 叫迎接恩客吗? 林立文达拉着脸, 面色黑如锅灰, 母亲怎可拿青楼妻子和珍儿做比较? 为老不尊, 蛇些心肠, 更何况, 你一个妾生子, 哪来的脸说云娘小门小户, 云娘认了镇国公夫人作为义母, 是镇国公府正经的姑娘? 不就是挂个名? 镇国公府还真能为宁静人撑腰不成? 老夫人, 侯爷, 清王妃和镇国公夫人来了, 屋内两人还未来得及回应, 道貌爱然的伪君子, 装枪做尸的混账, 一边尚且不解气, 披头盖脸, 三四五边抽在她身上, 痛得林立文死去活来, 忙不迭求情, 在场却无一人敢阻止, 清王妃是下了死手教训林立文的, 她替命是心寒, 这命是也真是可怜, 用自己辛苦挣来的钱, 养着永定侯府, 这贱男人, 还用他的银子在外边找乐子, 这要是我的丈夫, 我就直接剁了的孽根, 心里这般想着手下没留情, 带着倒刺的鞭子, 竟直接抽在了林立文作威作福的下体, 当场便渗了一裤裆的血, 林立文捂着下身惨叫连连, 痛得几乎晕死过去, 母亲, 母亲, 快给我找太医, 快找太医, 再不抓紧治疗, 她极有可能不能忍到了, 清王妃闯了祸也不怕, 免得她再祸害其他人, 当年, 书役受伤时, 腿上的伤, 比你痛苦千万倍, 你不也拖延了好几个时辰吗, 侯爷啊, 这都是报应, 你慢慢受着吧, 她索性跟林立文断了这几乎本就没有的母子情分, 都是半条腿踏进棺材的人了, 随林立文如何报复, 当下爽快才是要紧事, 云娘如何了, 还未醒呢, 这些年苦了她了, 这次的事带给她的惊吓太大, 让她好好歇息吧。 夫人, 小吴的丧事已经处置好了, 花了些银子, 坟头还算体面, 林立文秘密弄死吴嬷嬷后, 她就偷偷把她的断绣儿子藏了起来, 小吴为了给母亲报仇, 遵她的嘱咐, 在倒灌厢房的秋海糖花瓶里, 下了分量极大的迷情药, 会让人乱情乱性。 林立文不是最擅长下药吗? 这回, 她尝到苦头了吧? 小吴决然赴死, 想必是猜到林立文, 绝对不会放过她。 夫人, 可是可怜那小吴? 并不, 若未遇到圆圆, 这母子俩就会害死疏颜, 况且, 她在侯府时, 也残害了不少良家男子。 夫人, 此次是侯爷理亏, 咱们不如趁机合离? 夫人在侯府 错磨了这许多年, 也该为自己想想了。 谁料宁是缓缓摇了摇头, 在这世上, 钱财重要, 权势更重要, 我不稀罕林立文的感情, 可我需要 永定侯府主母的权利。 永定侯府 也只能是书役和书言的, 况且, 林立文做了这么多 伤害我们母子的事, 我呀, 还没报复够呢, 她要亲手把这个人 送入地狱。 云娘呐, 云娘! 云娘, 夫人已经安置了, 您改日再过来吧。 大白天的, 睡什么睡? 宋小娘屁股一顶, 顶得枝下一个猎牵。 走走走! 她像只耀武扬威的公鸡那般走进来。 呦, 你这猪帘上的一颗珍珠都抵我好几个月的奋力了, 摆设堪比皇宫啊! 拿起砖上凉透的茶盏使劲一秀, 同时把差点流出来的鼻涕吸了回去。 啊, 上好的普尔啊, 我这几日喝的茶都一股子尿酸味儿, 你过得如此惬意舒坦, 可曾知晓你丈夫如今的艰难处境啊。 嗯? 我问哥还受着苦呢, 他宁静云凭什么过得舒舒服服? 猴爷处境如何, 也用不着姨娘来操心吧? 我以往就是太过软弱可气, 一个确实都敢找到我头上作为作福。 真是无法无天, 连你都瞧不起我了, 我再怎么说也是永定猴的生母? 你男人, 被老妇人整死了你就开心是不是? 她听着林立文的惨叫, 心里难受得要命, 偏偏又怕极了老夫人, 不敢替林立文求情, 又怕牵连到自己。 这都被你说中了, 大乌龟不直接下十八层地狱, 都是便宜她了。 哪里来的死丫头, 骂我儿子是乌龟, 那我成了什么, 老乌龟吗? 诶,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哦。 越想越气, 宋小娘一把掐住远远白嫩的 脸蛋, 宁视脸色当即就变了, 这老东西是不是找死, 却发现圆圆面不改色, 啥事都没有。 哎哟, 这死丫头使得什么腰法, 疼死老娘了, 哎哟, 哦。 这就叫, 那个天道轮回, 报应不爽。 圆圆都能用成语了, 看来请承熙公子当她的师傅, 果真是十分正确的。 殊不知, 承熙公子被圆圆弄得快自闭了, 正躲在房间, 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教书。 宁锦约, 你究竟去不去给文歌求情? 男人三妻四妾再正常不过了, 你到底有什么好委屈的? 文歌不曾把外头的女人带到家里来, 已经很为你这个正妻考虑了, 做这矫情样给谁看? 我要是你, 就该立马把人接回府, 你的身份本就配不上我们文歌。 就会赚钱这点还不错, 宁是听着她的话也不恼, 你算什么东西, 妾乃渐流, 妾通买卖, 让奴才在主院里无法无天如此之久。 本夫人, 已经很慷慨大方了。 你, 你敢公然侮辱婆母,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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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我哪门子婆母? 知夏, 把姨娘送到老夫人那儿, 告诉老夫人, 姨娘想揪占雀巢, 当我的婆母。 宋小娘听见老夫人三个字下的一击里, 她一下就怂了, 连忙摆手求饶。 当才宋小娘伤害圆圆, 令是心里还存着气呢, 她连个眼神都懒得分给宋小娘, 直接让知夏和几个家丁把她扭送去了老夫人院子。 老夫人命宋小娘顶着烈日连跪三日, 跪得宋小娘差点没了半条命, 令是这才清静了不少, 她一直等着林立文来问罪, 问她为何要去报官, 可林立文就跟死了似的没个想, 直到这日晌午, 墨鱼一脸忐忑地走进门。 夫人, 老夫人放话说, 要将侯爷和大房那个, 有些示众呢。 她清晨时分抢过洒扫下人的扫帚, 溜到侯爷院子附近清扫落叶, 果真听到了些咸碎言语。 哎, 你们听说了吗, 净王妃替夫人教训侯爷, 下手没个轻重, 伤到了侯爷的男性骄傲, 太医用尽手段才勉强保住, 只是日后没有以前那般生龙恶虎啦。 听说了, 这郑国公和晋王还小小惩治了晋王妃一下, 也没怎么惩, 就让晋王妃禁足了两天, 反思几过。 侯爷知道后, 气得跌下床, 趴在地上破口大骂呢。 话说, 这命根子收了重创以后, 人都憔悴了不少, 瘦得都皮包骨了, 风一吹都能倒。 前些日子, 侯爷还拆阿胜去晋王府询问晋王, 能不能把替他治好不举的神医介绍给他。 晋王听后勃然大怒, 一脚把阿胜踢出了大门, 然后还派贴身太监送了一个盒子到侯府, 你们猜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盒子? 是什么呀? 快说快说呀! 那盒子里面装着的是一箱玉石。 啊, 气候人吗? 晋王还传话说, 侯爷若是不行, 可以借助工具, 气得侯爷生生喷出一口老血, 喝了参汤才把这条命从阎王爷那儿调回来。 哎, 后来呀, 这伤姜尖养好, 老夫人就让春河嬷嬷把侯爷请出来, 要处罚侯爷有些示众呢, 我也听说了还让姜氏陪同在侧呢。 姜氏和侯爷苟合, 老夫人自是要替早王的儿子出气, 可侯爷竟会答应吗? 谁都知道林立文最重脸面, 游街示众供外人指指点点, 岂不是将她的面子按在地上摩擦? 听闻侯爷的条件, 便是让老夫人同意她取那姜氏呢。 侯爷为了姜氏那个不守复道的女人, 竟能牺牲至辞, 也不想想姜氏既能背叛丽萍公子, 将来肯定也会背叛她的, 有一就有二, 侯爷脑子里怕是只有同姜氏的勤勤哀哀呢。 她想和姜氏双宿双飞, 没那么容易, 东街开了家水果铺子, 那的甜瓜特别好吃, 喊上圆圆咱们一块吃。 圆圆还在书房写李承熙布置的课页。 圆圆姑娘, 这上头的题目, 你已经全都打对了, 还用了如此少的时辰, 还有几道题超纲了, 你也准确无误地写了出来。 这有啥好高兴的, 这不是有口就能背的吗? 圆圆姑娘, 在下一定会好好培养你, 兴许大招, 还能出个女状元呢。 状元有什么好吃的, 我想当女伙夫, 只要我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想想都开心。 李承熙刚想同圆圆陈述当状元的好处, 姑娘, 侯爷和大方夫人要被游街示众呢, 夫人要带您去看吃甜瓜呢。 圆圆的眼睛刷一下就亮了, 像到风一般跑了出去, 只留下一道残影和略显呆滞的承熙老师。 圆圆喊来上会替他办事的那个乞丐, 嘱咐了几句, 乞丐忙喊来几个人, 各拿一面锣鼓, 满城穿街走向一敲的小车人霄。 看大西喽, 看大西喽, 小叔子和嫂子也会倒灌喽。 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矩? 要想知道真相, 青罗巷里逛一逛。 大家快去抢位置喽。 青罗巷? 青罗巷好几家人呢, 谁家呀? 该不会是永定侯府吧。 走, 快去看看。 快走快走, 我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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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屠夫不多任了, 秀女不知一了, 摆摊的连摊子都不要了, 纷纷拿上板凳到永定侯府门前, 围得侯府水泄不通。 为何有那么多的贱民跑来侯府看他笑话? 难不成道观的事已经传遍了? 大理司机如此不守承诺。 走快点, 没吃饭吗? 春河嬷嬷拖拽着僵尸从靖兰院出来。 春河嬷嬷, 真儿还是你的主子, 带他恭敬些。 还当众叫上真儿了, 春河嬷嬷毫不掩饰讥讽与奚落。 侯爷自身不饱, 还有心思指责奴婢, 他一把将李令文推丧出了门。 大伙儿还等着看侯爷呢, 看到永定侯出来, 围观的百姓们兴奋的眼睛都瞪大了。 哇, 当朝一等侯爵尤尖示众了。 这简直就是那大姑娘上教, 从古之今头一遭啊。 江氏绝望又崩溃地挡住自己的脸, 恨不得一死了之, 婆母竟如此绝情, 完全不顾她的尊严。 我好歹, 也是林丽萍的结霸妻子, 岂能这样对我。 我好歹, 也是林丽萍的结霸妻子, 岂能这样对我。 挣扎间, 她侧目同后方默然站立的林书颖对视, 眼中燃起希望。 书颖, 书颖, 你赶紧去向老夫人求情, 让伪娘免受这无望之灾啊。 林书颖却满眼失望, 沉默地转身离开。 这个女儿, 算是白痒了, 若是瑶瑶在, 该多好。 儿啊, 我的儿啊。 江氏听见熟悉的声音骤然抬眼, 竟看见了母亲。 儿啊, 跟娘回家, 不必待在侯府了。 江夫人日日以泪洗面, 原本黑亮的发丝一夜变白, 当初林丽萍正王的消息传来, 她便想带走女儿, 可女儿不愿, 丈夫也极力赞同她守洁。 楚真, 你怎得如此糊涂? 你就算是二家, 娘也能给你找个顶好的人选, 可你为何偏偏和永定侯? 哎呀。 说到此处, 滚烫的泪水又流了出来, 在旁听着的林丽文心声不满, 这江老夫人言语之间板是对她的嫌弃, 她连一个死了的林丽萍也比不过吗? 江氏垂头不语, 急得江夫人又是一阵落泪, 老姐姐, 是我没交好女儿, 她变成如今这般是我的错, 你想要江家如何补偿, 我都答应你, 只求老姐姐让我带走楚真, 我保证她再也不会涉足京城。 她女儿有错在先, 应该受到处罚, 可她如何忍心十月怀胎, 腾进骨子里的女儿, 受此侮辱啊, 我倒是羡慕江氏有这样的好母亲。 你说, 要是把江伯母送到地府去, 也不知道丽萍大伯肯不肯原谅她。 这边老夫人忙俯身, 把江夫人扶起, 江夫人有告命加深, 她怎能受如此大礼? 按理来说, 丽萍牺牲, 楚真当婚配自由, 她与何人来往, 我本无从智慧, 可丽萍在外征战时, 她便跟小叔朱胎暗结, 恕我实在不能接受。 江夫人文言眼前一阵晕眩, 她女儿出阁前读了圣贤书, 竟会做出如此放荡之举, 江家家门不幸呢, 便让楚真日后常办清灯古佛, 终生为丽萍诵经祈祷, 以偿罪业。 我不愿, 江夫人血液往上投涌。 你究竟要让为娘如何是好啊? 江氏望向人群中停着的马车, 猜想父亲就在里头。 父亲当时说, 要与我断绝妇女关系, 那我偏要伤害自己, 让她后悔曾经说过的话。 我至死都要待在永定侯府。 看见母亲痛苦到极致的神情, 江氏心中闪过一丝大仇得报的快意。 事情发生时, 母亲没及时带走我, 如今后悔, 已经晚了。 她握住林立文的手, 玩耳召, 我陪你一起, 若不是那么多人在场, 林立文就要感动地抱住江氏狂吻了。 那么多年的复出, 真儿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心意, 江夫人文言气急共心, 只觉一阵头晕, 意识模糊, 倒地昏迷不起。 来人, 立刻将江夫人送回江府。 江氏脸上流露出担忧, 但终究未去看过母亲。 从大理寺借来的囚车到了吗? 把这对狗男女给我关在里头, 游街示众。 啊, 就是这个不要脸的寡妇, 在丽萍将军出征的时候, 就跟小叔子勾结在一起了, 还有了个女儿。 嘿, 还说有多么真烈呢, 赖在侯府不走, 原来是舍不得拼服。 这永定侯海装得如此深情, 真是不要脸。 这原配宁氏可真可怜呢, 因着商女出身, 被冷嘲热讽了那么多年, 我看这出身就不该分高低贵贱, 这僵尸是当朝太师的女儿, 行为举止, 却像烟花女子。 要不是丽萍将军为国捐躯, 这永定侯哪轮得到他林立文来当呢? 上不了台面的玩意儿。 其实丽萍将军还在时, 待如今的永定侯那是藤埃有加呢。 是啊, 我还曾亲眼瞧见过, 丽萍将军为了给弟弟取树上的风筝, 不小心摔了下来, 没想到这永定侯竟如此忘恩负义, 勾引寡扫。 林立文听到后气的双目赤红, 他最厌烦的就是有人拿他和林立平做比较。 敢背叛丽萍将军, 前夫淫妇, 当年被林立平逼游过的边疆百姓, 愤怒地扔出臭鸡蛋砸在林江二人头上, 鸡蛋液流了一身, 百姓们群情激愤, 纷纷拿出家里放坏的烂菜叶, 就往他们身上丢。 可怜的立平将军, 死后还要被妻子和弟弟折辱啊? 不要脸! 他们俩生得野种, 不要脸! 费林立文报回侯府, 您是还把他当掌上明珠藤呢? 我呸呸! 搜了的饭菜和脏兮兮的垃圾扔得满车都是, 林立文牢牢护住僵尸又惹来众命, 恨不得一人一口唾沫淹死这对狗男女。 渣男贱女, 祝你们百娘好合, 别祸害其他人! 此事闹得太大, 连齐子鸣都躲进人群看了热闹, 看见僵尸如此惨壮, 她可以想象到林书颖此时有多么痛苦, 只要林书颖痛苦, 她就高兴, 有个放荡母亲, 哪来的脸跟我退婚? 除了我, 玉盒怕是没人敢娶她了吧。 好不容易游街结束, 林立文和江氏唠得一身恶臭, 无人敢靠近, 偏偏此时宫里来了圣旨。 陛下圣旨, 阁楚永定侯官旨, 耻夺江氏告明, 移除官籍, 废为庶人。 江氏文言, 心中毫无波澜, 我不在乎地位和殊荣, 只求你对我真信, 林立文遗憾又惶恐不已, 早猜到此事会惹了陛下动怒, 没成想竟连官职都没保住, 只剩一个爵位, 元宝公公公似乎是看出了他心中所想, 若不是仙侯爷和丽平将军战死沙场, 换来大昭和平, 陛下早就削了你的爵位。 林立文死死咬着牙, 那两个人坟头都三丈高了, 到头来还是只能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 但没关系, 总有一日他能东山再起。 林立平, 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死人能干什么呢? 都说你是居世无双的将帅之才, 可你最爱的女人还是投入了我的怀抱, 与她白头偕老的是我, 我才是最终的赢家。 普通一声, 就朝宁氏跪了下来。 哎, 娘亲, 大乌龟好歹毒的心肠啊, 他向你下跪, 这是在接受呢。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圆圆说着从外头捉了只野狗, 放在了林立文面前。 好了, 跪吧。 林立文表情垮掉, 挽了圆圆一眼, 来不及跟这小畜生过多计较, 转向宁氏道。 是我对不住你, 芸娘, 你能原谅我吗? 宁氏淡淡地看着她, 神色变不出悲喜。 我年轻时便深深爱慕真儿, 只是天意弄人, 她嫁给了我长兄, 我是怕伤害到你, 才选择隐瞒这件事的。 你如此善良贤惠, 肯定不愿看一对有情人分离, 对吗? 江氏有些心疼, 林立文竟为了她如此低声下气地求人。 侯爷的意思是想修了我, 另取掌嗓。 此事错在我, 若你同意, 我们何离? 书役留给你, 书彦待在我身边, 这样别公平了。 林书役就是个累赘, 更何况她太像父亲和兄长, 每每看见她, 心中就会生出莫名的恐惧, 僵尸稍稍不满。 为何不让两个孩子跟宁尸一起离开? 我不想养其他女人生的孩子, 而且永定侯府不应该给我将来生的儿子吗? 林立文, 究竟是不是真心爱我的? 若是真爱, 怎么会还留着这两个孽主? 侯爷这便开始感人了, 你想和江氏结为情境之好, 那可曾想过我的表妹, 她可是为你落了胎呢? 林立文心中一震, 她完全没打听过尤静茹的消息, 孩子没了吗? 我会给她这银两, 好好安置她。 这男人果真绝情, 你们俩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勾结了那么多年, 还把生的孽种抱得我膝下痒, 骗得我好苦, 三元两语就想让我给你们让位, 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三元两语就想让我给你们让位, 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可真儿和女儿分离如此久, 她心里也苦啊, 遥遥如今只认你是她母亲, 你还不知足吗? 宁氏简直要被她气笑了, 她反而还委屈上了, 林立文, 我不妨告诉你, 合理, 绝无可能, 还让我把书言给你, 更是痴心妄想, 你大可将这件事告到陛下面前, 看陛下会不会同意, 她不可能抛下书言, 也不会让这对恶心的友情人顺利相守, 玉娘, 我敬你, 可从未爱过你, 你就不能放过我吗? 她都如此哀求她了, 为什么还纠缠不放? 她最讨厌的, 便是这种死缠烂打的女人, 我稀罕你的爱吗? 事到如今宁氏也不怕同她撕破脸, 我嫁入侯府十六年, 侯府花了我不少银子, 你把这些银两分毫不差的还给我, 再来跟我提合理的事。 对对对, 感情可以不要, 但钱必须要啊。 林立文脸都清了, 宁氏从何时起, 变得如此自私吝啬了。 那别先让我那真而为妾。 僵使身形一顿, 林立文握住她的手安抚她, 等她慢慢攒够银子, 就立刻将真儿抬为正旗, 不可能, 道士可以做通房, 通房二子像一个巴掌, 狠狠抽在僵尸脸上。 我是太师嫡女, 做妾已经够委屈了, 哪能当低贱的通房丫鬟? 宁景云, 你妾人太甚! 大昭纳妾, 必须要经过父母以及正妻的同意, 有正规的纳妾文书, 不然便是触犯了大昭律法。 比起你带给我的苦难, 我已经是大发慈悲了, 宁时看向僵尸, 你呢, 也省些瞪我的力气, 你如今被耻夺了告明, 只是庶民, 当通房, 已经是抬聚了。 很委屈吗? 你们不也因为我伤女的身份, 嘲笑了我整整十六年? 如今聂力回馈, 遭不住了, 僵尸愤懑不已。 就算我如今是庶民, 也比你宁景云高贵。 宁时嘲讽完又朝向林立文露出温婉的笑, 除非你答应我两个条件, 林立文看事情有转机。 什么条件? 第一, 把永定侯府的房契给我, 这第二, 和我们分家, 我不想看到你们两个狗男女。 好, 我会给你安排一套上好的宅子, 你带着书役住过去。 笨蛋。 圆圆被他蠢到了, 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我娘亲的意思是让你们两个滚出猴府, 好来话都听不懂。 好似一道闷雷劈在了林立文头顶。 这是我的猴府, 你要赶我出去。 你不愿意, 我不强求, 你和你的心爱之人, 就准备一辈子当一对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吧。 猴府七进七出的宅子地段极好, 离皇宫也近, 他在这儿住得挺舒服的, 索性要过来。 他走得毫不留恋, 林立文十分不甘心。 难不成就这样, 失去了和珍儿相守一生的机会吗? 只要和你在一起, 住在哪里, 我都不在乎。 林立文感动得几乎要落下泪来, 朝宁时背影大喊, 我同意搬出去。 好, 空口无凭, 力气为正。 林立文写完契约, 在上头按了指印, 宁是仔仔细细地看着, 没发现问题后, 显露喜色, 给你们一日时间, 快些搬出去, 不要等着我找人驱赶。 林立文从未想过, 有被宁是欺负得如此不堪的时候, 不过宅子乃是身外之物, 他才是真正的永定猴, 他在的地方才是永定猴府, 宁是要个空壳子, 又有何用? 大乌龟真是笨蛋, 家都没了还没呢, 你就没想过搬出去以后住哪儿吗? 林立文的那点私缠, 早就在李承熙的影响下赔光了, 他们如今就只能露宿街头。 此刻林立文眉头紧锁, 显然是还未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 我名下倒是还有一处宅子, 只是转赠给了尤静儒, 眼下就如儿也不一定还啊。 妻子复可敌国, 丈夫却要为生计发愁, 真够悲催, 但他又拉不下脸同宁师借银子, 罢了, 暂且先去清语巷尤尤静儒那里借住几日。 宁师之所以不肯跟我合理, 是因为心里还存着跟我的感情, 对我念念不忘, 十六年的夫妻情分做不得家, 等他气消了, 便会亲自接我回府的, 我就冷他几日, 他寄过了, 我还是要来找我。 圆圆看他顶着那张猙獰伤痕的丑脸, 还露出如此自信的表情。 咦, 我的天道老头啊, 这大乌龟到底怎样才能自卑呢? 把宋小娘也一起带走。 什么? 我在侯府住的舒舒服服的, 干嘛要跟着他们吃苦? 如今永定侯府是我当家做主, 去留由不得你, 他刚要跟宁师理论, 宁师一个伶俐的眼神就让他闭了嘴。 那, 那, 那要不这样, 那让我回老家替仙侯爷守灵行吗? 虽是穷乡僻壤, 但好歹吃喝不愁, 但文哥离了宁师, 估计就要风餐露宿了, 谁有钱, 他还是分得清的。 那就这么办吧, 连夜就走, 宋小娘敢怒不敢言, 信信地收拾包袱去了。 玉娘, 希望我的离开能让你好受些许, 我当年娶你是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的, 我爱真儿, 但我有了你, 所以一直羁押自己的感情, 而今我年纪大了, 想弥补遗憾了。 江楚真是他做梦都想得到的存在, 只是想有情人终成眷属, 却受到了如此多的阻碍, 但好在他们终究还是克服困难走到了一起, 从此以后, 海枯石烂都不能把他们分开, 只是他难免要辜负云娘和儒儿, 这两个爱他的女人。 滚, 林立文死死握着拳, 夫妻一场, 一定要做得如此绝情吗? 宁锦云硬气有什么用? 儿子定会站在他这边。 书妍啊, 爹日后就不能陪在你身旁了, 无法看你长成个男子汉了。 这, 他何曾陪过我呀? 难道父亲比我多了一段记忆? 不用担心爹, 爹只不过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 惹了你娘不快, 你娘不分青红皂掰, 要把爹赶出家门。 不过你千万不要怪你娘, 他小门小户, 胸襟自然不比名门闺秀, 爹是君子, 不能通妇人般跟他计较, 唉, 便只能由着他出气。 爹日后难得能见你了, 你能时常来看望爹吗? 书妍和他一样是男子, 自然会理解他, 赞同他。 既然宁静云能挑拨真儿和瑶瑶的关系, 我也能挑拨离间他的母子。 母亲从未在我面前说过您的不是, 比您要光明正大。 小人行径还自称君子, 甜不知耻, 林立文勃然大怒, 眼中燃烧着熊熊怒火。 我是你亲爹, 还轮不到你来指责我。 他和林书妍是血浓于水的父子啊, 早知他是个白眼狼, 出生时还不如掐死在墙堡里, 还不如掐死在墙堡里。 忤逆不孝, 根本不配参加科举, 入朝为官。 大乌龟, 我二哥才说了一句话, 你就说了那么一大堆, 你这是破坊了吗? 你说你怎么走到哪里, 都有那么多的笑话呢? 要是你不在, 京城的百姓们得少多少乐子呀? 圆圆的话像是利剑猛地刺入林立文的心脏, 抬起手就要掌握圆圆。 悠长的阴影忽然间想测天际, 听得林立文一个哆嗦, 脸上的抓伤隐隐作痛。 林书妍, 我是你爹, 你不孝顺, 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被雷劈的是你吧, 刚长出来几根头发就忘了, 你要是再不走, 旺材就下来了哟。 林立文真是怕急了圆圆那只阴笋, 甩袖而去。 圆圆跟了上去, 紧盯着她收拾东西离开侯府。 哇, 这个世界终于清静了。 林书妍关上窗, 一转眼便发现一个红衣身影, 无声无息地进入屋子, 林书妍像是习惯了般自顾自掩没, 也不理她。 我说, 你怎么跟你兄长一样是个闷葫芦, 真不愧是亲兄弟, 一个比一个冷淡。 大作家, 这交稿日到了, 你新册的内容可写好了。 半年前, 袁乙恒来侯府找林书役叙旧, 看到了符案写作的林书妍。 写什么呢? 我看看, 寸草计, 这开头不错啊, 哎呀, 我跟你说, 这要是发行出去, 绝对能活, 我私产中有间书局正在经营, 哎哎哎哎, 那时的林书妍比现在还要孤僻, 只看了她一眼, 便十分冷漠地关上了门。 喂, 门葫芦她低啊, 你那么小, 别能写出这种旷石神作, 你光自己欣赏, 不觉得可惜吗? 哎, 也不晓得永定侯夫人的血脉怎么如此厉害, 大儿子骁勇善战, 小儿子文才斐然, 这侯夫人偏偏还这么低调, 要是换作我母妃, 早就嘚瑟得不知天地为何物了。 当日碰了笔, 袁乙恒只要得空就找林书妍谈合作, 在她的软磨硬泡之下, 林书妍忠于松口, 嗯, 我是怕人多。 啊, 原来你这个小闷葫芦不想把话本发表出去, 是怕惹来太多书迷啊, 嘿, 你跟你哥一样, 你只管专心写, 其他的事交给我, 我保证, 不会让你接触到书迷, 也不会透露你的真实身份, 怎么样? 嗯, 行吧, 这会儿子林书妍把一叠手稿交给袁乙恒, 袁乙恒仔细看了看, 那这是上个月的话本分红, 捐了吧, 这几日沿海周县遭遇洪灾, 嗨, 就晓得你会这么说, 行, 我来安排, 哎, 对了, 袁乙呢? 原本神情淡淡的林书妍, 莫名看了袁乙恒一眼, 不是吧你, 我就温了一嘴, 你这就不开心了, 这袁乙也是我妹妹啊, 虽然八字还没一撇, 但我跟袁乙才是亲的, 他跟着承熙公子习书呢, 言下之意是吊儿郎当的袁乙恒, 千万莫带坏他, 诶, 书有什么好念的, 袁乙恒杂舌, 已经想象到袁乙被各种知乎折掩, 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惨状了, 我走了, 见到袁乙, 记得让他来王府玩, 我去, 这么久没见, 上来就要杀我, 真丧良心, 才没有, 大哥是在帮狮子哥哥打蚊子呢, 亲眼看着大乌龟灰溜溜离开侯府后, 袁乙满院子传递喜讯, 他来揽月阁的时候, 林书义正在擦拭健身, 呦呦呦, 还敢蚊子, 你大哥能有那么好心, 我袁乙恒三个字, 倒着写, 狮子哥哥讨厌, 哼, 行行行, 袁乙了不得, 袁乙, 你可知这是谁写的, 林书异地给他一个警告的眼神, 他视而不见, 在大哥房里, 肯定是大哥写的吧, 嘿, 这是当朝摄政王送给你大哥的, 你大哥宝贝的跟什么似的, 上回我不小心弄脏了一块, 他差点剁了我的手指啊, 哇, 听说是摄政王写的, 圆圆立马来了兴致, 哇, 听说是摄政王写的, 圆圆立马来了兴致, 上面还有印章呢, 圆, 嗯, 折, 是彻, 这是摄政皇叔的名讳, 你大哥对摄政王如目之情善赌, 在军营初次见到他, 眼珠子都快粘到我皇叔身上去了, 若是林书役知晓圆怨极有可能是他崇拜之人的亲生女儿, 不知会是个什么反应, 要不明年摄政皇叔回朝, 你就跟我去见他, 把这些年你对他的崇拜之情全部说出来, 皇叔必然会开心的, 林书役简直要烦死他了, 直见乎剑砍过去, 圆以恒侧身躲闪, 喂, 能亲密接触崇拜之人, 你个开心还来不及呢, 干嘛如此暴力啊, 哎, 暴力, 哎, 暴力, 原本还在乐呵呵看戏的圆圆听着这句话, 当场惊叫出声, 完蛋了, 光顾着看大乌龟和姜伯母的下场, 差点忘记被丈夫家暴的漂亮姐姐董婉瑜了, 司马卿的鬼魂还在我这儿呢, 不过把痛感和伤口转移到董培玉身上的咒法实效还没过呢, 漂亮姐姐暂时应该还没事吧, 道长, 你快看看我夫人究竟是不是中邪了, 她竟感觉不到丝毫痛感, 上回董培玉差点被陆怀安间接打死, 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时才被林家下人发现, 昏迷了好几日才苏醒, 陆怀安才发现, 无论他怎么打董婉瑜, 受到伤害的都是董培玉, 猜想定是董婉瑜使了妖法, 忙请道士来驱邪, 我就是个半路出家的道士, 我能看出来什么邪碎, 但是这陆家给的赏金太多了, 就这么上吧, 那个开坛, 做法, 这果然不是陆夫人啊, 这是邪物, 她的存在会给家族招致不信, 轻则断香火重则, 这个全家毕命啊, 陆怀安吓得脸都白了, 生怕董婉瑜害死自己, 道长, 我修了这邪物可否有用, 哎, 这邪物已经缠上了你, 不会轻易离去的, 这晦气的剑夫, 嫁到我家没生意而办, 如今还要害死我们全家, 我当初取的本该是佩玉啊, 都怪这剑夫为了往上爬, 无所不用其极, 生生拆散了我们, 道长, 该如何取走邪碎? 哎, 争, 争, 邪物未热, 将陆夫人放进蒸笼蒸, 身上的邪物受不了高温, 自然会主动离开, 他已经用这种方法骗了不少人, 在其他线行骗时不小心争死人, 肉都熟透了, 他才逃来京城的, 不行, 我如今和这邪碎痛感相连, 蒸的是他, 热的却是我, 我才不要受此折磨, 他真的恨死董婉瑜了, 恨不得打死他出气, 偏偏又打不得, 只要, 呃, 上锅争一刻, 你们二人身上的咒法便会解除, 再让陆夫人争上一个时辰, 若邪碎还未离开, 再用鞭子抽打, 将邪物, 抽走即可, 你说, 真的, 可我不会跟董婉瑜, 一起被争死吧, 若有虚言, 天打雷劈, 他发过无数诗, 都没有应验过, 这天道, 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奇量花音踩落, 天际就传来昏隆隆的闷响, 人本身想得要正破耳朵, 拖着白光的天雷, 直直朝着道士劈下来, 道士瞬间面无血色, 撒腿就跑, 可天雷绝心认真了他, 追着他劈, 道士叫成再快也快不过迅雷, 才跑出去没几步, 就被雷电击中了, 劈得他浑身都熟透了, 跟被他害死的苦主的死状, 没什么两样, 陆怀安和董培玉下的呆住, 愣愣地看着道士的尸身, 袁玉春这时候带走了董婉宇, 嗯, 那个漂亮姐姐, 我找到办法帮你啦, 你愿不愿意, 让武艺高强的女将军, 上你的身, 帮你教训那些坏人哪, 董婉宇文言兴奋激动难耐, 只要能惩罚他们, 我死不足惜, 更别说, 只是一具身体, 袁玉打开锦囊, 让司马卿的亡魂附身董婉宇, 董婉宇怯懦畏惧的眼神在瞬息间变的坚毅果敢, 对袁玉行了抱全力, 董婉宇步伐坚定, 正好撞上找过来的陆怀安和董培玉, 谁让你逃走的, 经过我允许了吗? 董婉宇看他的眼神, 像在看一个死人, 陆怀安被他看得坠坠不安, 还想开口, 懦夫, 陆怀安被他打懵了, 柔软可气的董婉宇力气怎么变得这么大, 还敢打他, 还没反应过来, 董婉宇一个袭击, 让他撞飞出去, 生生呕吐一口血, 董婉宇你个贱人, 你敢打自己丈夫, 简直大逆不道, 董婉宇不跟他废话, 拽着他的头发踢进了渠航, 等着, 还没轮到你, 董婉宇呛了一大口水, 上回在商书令府底掉进池塘的不堪, 浮现在他的脑海, 害怕又惊惧, 董婉宇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跟换了个人似的, 董婉宇缓缓走向倒在地上可血的陆怀安, 陆怀安感觉自己体内的五脏六腑瞬间移味, 他眼貌惊心痛到耳门, 还没放弃威胁董婉宇, 你, 你姨娘的命, 还在我手上, 董婉宇懒得听, 全身力量蓄于左手, 打掉了陆怀安的牙, 陆怀安吐出一口血水, 眼中流露出很深的茫然, 他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活在梦里, 平日连吱声都不敢的董婉宇, 怎么忽然那么飘患生猛, 这具身体还是太过脆弱, 还未开始热身, 就有些喘不过气来了, 太久没教训你, 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 不管这个贱人到底中了什么妖法, 今日在争执过程中杀了董婉宇, 大理寺肯定会判他无罪, 司马卿面不改色折断了陆怀安的手腕, 夺过了他手中的长剑, 随手往后一扔, 长剑牢牢牵进了墙里, 剑都拿不稳, 你还算个男人, 进入董婉宇的身体后, 共享了属于他的记忆, 逮住陆怀安就是一顿狠臭, 别打了, 夫人, 别打了, 方才陆怀安还能忍, 这铺天盖地的抽打, 陆怀安真的是痛得忍不住鬼哭狼嚎, 看着陆怀安满脸惊悔, 碰到哭爹喊娘的模样, 司马其幸福浑身颤抖, 是这具身体本能的反应, 夫人, 我错了,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我错了, 他越求饶, 司马卿下手因越重, 董婉宇此前, 也曾如此求过陆怀安无数次, 甚至不惜磕头求他饶恕, 陆怀安也依旧无动无踪, 他不把董婉宇当人看, 这顿打还只是餐欠小菜, 怀安, 这是怎么了, 陆大人和陆夫人, 听见儿子杀猪式的惨叫呼奔过来, 看见儿媳在无情抽打儿子以后都惊呆了, 陆夫快些住手, 敢打丈夫, 你是想被金猪笼吗, 啊, 这对老东西虽然没打过董婉宇, 可却贿赂官员, 不许董婉宇报案, 且无底线地溺爱宠爱儿子, 看见儿子打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上梁不正下梁歪, 陆夫人还以为董婉宇怕了, 就算虫儿对不住你在先, 你也不能打他, 他是你丈夫, 打了他要被天打雷劈的, 爹, 娘, 董婉宇这个毒妇打得我好疼, 海安要被他打死了, 陆夫家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毒妇, 快上去, 把那毒妇给我绑起来, 陆夫的家丁全都扑过去中亚董婉宇, 可司马卿三两个就把他们全部解决, 喊几个虾兵蟹将出来, 搞笑, 哇, 这也太帅了吧, 我以后要跟着大哥哥洗舞, 不跟那个倒霉鬼学读书了, 眼看着府上的打手都对付不了董婉宇, 陆怀安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撒泼道, 我不管, 爹, 娘, 快救救我, 我不管, 我不管, 陆大人和陆夫人也有些畏惧凶猛的董婉宇, 但想到董婉宇队长辈一直敬重有加, 便大着胆子走过去, 想带走没了半条命的陆怀安, 却看见董婉宇猛地挥过去, 一掌打拼了这两个老东西的脸, 陆大人和陆夫人活了大半辈子, 哪被人这么打过, 刚想开口斥责, 司马卿又是一巴掌, 直接让他们闭嘴, 再多嘴一句, 就让你们一家三口, 黄泉相聚, 司马卿侧目, 吓得那附近的家丁一机灵, 拿盐水来, 拿盐水来, 没人比陆怀更清楚董婉宇接下来要怎么对付他, 他忙不点咬牙往门外爬, 却被董婉宇一脚踩住, 董婉宇接过家丁双手盛上的盐水, 眼睛都不眨, 浇在了陆怀安的伤口上, 痛到麻木, 他毫无尊严地痛哭求饶, 夫人, 阿婉, 我错了, 你不是想同我和离吗,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我把陆家的所有的家产都给你好不好, 别再打我了, 别打了, 司马卿感受到董婉宇浓烈的情绪, 立马意会到了他的意思, 何离让你续娶, 再祸害其他姑娘吗, 啊, 陆怀安闻言绝望崩溃不语, 董婉宇这辈子怕是都不会放过他了, 陆家夫妻心疼儿子欲开口求情, 司马卿一个眼刀扫过去, 跪下, 董婉宇身上的气势压迫感十足, 他们下意识服从了, 司马卿直接坐在家丁给搬来的椅子上坐下, 这次先热两下身, 把陆怀安整死就不好玩了, 哼, 董婉宇早就趁乱去报官了, 扯着大理四成赶来陆府, 大人, 我恕姐都把我姐夫全家打死了, 你快点把他捉进牢里去啊, 大理四成看着趴在地上昏死过去的陆怀安, 和畏畏缩缩跪地的邻家老夫妻, 这是家务事, 本官管不了, 他生怕波及到自己身上, 脚底抹油跑了, 董佩玉兰都拦不住, 刚想撒泼就注意到身后那道灼热的视线, 浑身发抖, 想逃时就被一条凳子砸中后腰, 想逃时就被一条凳子砸中后腰, 重重扑倒在地, 司马卿踩住他的脸轻眼, 都说了, 没轮到你, 你这是迫不及待了对吧? 你敢打我, 爹爹不会放过你的, 圆圆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但还是提醒道, 哎, 漂亮姐姐, 你先别打死他, 我还等着他嫁给其子明呢, 你一直自诩, 金城第一美人, 若是这张脸彻底毁了, 你还会如往常那般得意吗? 姐姐, 姐姐, 我是你妹妹啊, 血浓于水, 可司马卿感受到董婉瑜的记忆里, 从未有过什么姐妹情深, 甚至这所谓的妹妹, 亲手把她送进了火坑, 董婉瑜不曾幻想过富贵荣华, 只想找个知心人, 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 董佩玉却毁了这一切, 我的脸, 我的脸, 脸上传来剧烈的疼痛, 她最自豪的便是这张脸, 却被董婉瑜毁了, 毁了, 我才不要变成林书一那种丑八怪, 听着董佩玉悲痛的惨叫, 董婉瑜只感觉自己鼓子里都在疯狂的兴奋, 董佩玉不敢面对自己毁容的事实, 昏死过去, 接下来的事情我能处理, 小高人先回府吧, 圆圆看见她的眼睛都亮晶晶的, 充满了崇拜, 目睹司马将军教训了那么多坏人, 她有点看称了, 嗯, 回府让小厨房做点山楂糕消消熟吧, 小姑娘, 你来扶我去永定侯府吧, 这请求毫不客气, 圆圆看了这老太太一眼, 嗯, 你又不是瘸子, 干嘛要我扶你, 没看见, 我身子不好吗, 走路都要大喘气, 你扶一下, 又不会死, 嗯, 那你要是死在半路上, 碰瓷我怎么办呢, 圆圆转身就走, 老太太差点被圆圆气死, 我儿媳妇, 是永定侯府第一出的大姑娘, 我是侯爷的亲家夫人, 你敢得罪我, 没想到齐子明的娘, 跟她一样脸皮忒厚, 圆圆加快脚步搭搭走远了, 齐母在原地无能狂怒, 哎, 这书颖已经好些日子没来齐家了, 问子明也不肯说, 这侯府的阶级也不晓得咋停了, 还得我老婆子撑着病体来到侯府问呢, 刚到侯府大门, 就看见林书颖从轿子上下来, 嘿, 嘿, 书颖, 你这几日去哪儿了, 林书颖见到齐母来, 亦是十分惊讶, 母亲和叔父被赶出侯府后, 书颖自知, 无严面对叔母, 自请离家, 去往尼固安修行, 傻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好好待着, 不要胡思乱想, 就留下来吧, 祖母和叔母没有怪罪她, 可她仍是交心不已, 日日去寺庙诵经尽心, 你也真是的, 不来也不跟伯母说一声, 伯母担心你出事, 来的路上差点摔一跤, 还碰上个没礼貌的小姑娘, 林书颖扯了扯嘴角, 从圆圆那儿得知自己未来嫁到齐家后, 给这母子俩当牛做马, 俨然成了齐家的奴婢, 书颖呀, 你和子明最近如何了呀, 要不你先嫁, 伯母保证会像亲生女儿一样待你呀, 齐子明整日的不着家, 他这个病秧子做事不方便, 做梦都想有个儿媳妇来伺候, 让他松快松快, 你年纪大了, 不要脱了, 抓紧嫁过来, 给我们齐家, 剩个大胖小子呀, 这林书颖看着瘦小屁股也不大, 应该不好生养, 无妨, 等我子明考上状元, 在那几个会生养的妾不就是了, 林书颖听着齐子明的名字就烦, 我正打算同他退婚, 什么, 退婚, 子明做错了什么, 你要和他退婚, 齐子明和董沛玉在大庭广众治下亲密的事情, 闹得全程皆知, 齐母却一副被蒙在鼓里的模样, 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怎能说退婚就退婚呢, 或是一定要和他退婚的, 他们的争执引来了围观的百姓, 哎, 这不是勾引小叔子的那个贱妇, 所生的女儿吗, 这样和齐公子退婚, 齐公子可是村草基的作者, 这样顶好的婚事, 他还不满意呢, 我看哪, 跟他母亲一样, 都是不守妇道的人, 这寝室哪能说退就退的, 亲国长辈同意了吗, 退婚这件事, 我同意了, 老夫人的声音自门内传出, 凌厉的眼神, 盯着对孙女指指点点的人,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